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人曾经在一些作品当中,带给了我们深深的感动,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曾经出演过暖春的一位小女孩,岂如意,岂如意,出演这部戏的时候仅仅只有六岁,而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,她有幸能够进入到暖春这样的一个剧组当中出演,作为一个还小小的孩子,她需要感情上极大的投入,确实是相当的不容易的。 而当时父母们为了她能够饰演好小女孩这个角色,因此骗她说家里破产了,由此这使得她非常的伤心,也因为这样,她在剧中的伤心表现,才显得那么的真实,因为那完全是她的反色出演。 不过,不管如此,最后岂如意也凭借着这个角色而红火了起来,然而在这个时候,她却并没有选择留在了娱乐圈,而是选择回归校园,努力的提升自己的知识。 再回到她想要发展的演艺平台,到了现在,已经21岁的齐如意终于凯旋归来了。 我们可以看到,原先还小小的齐如意,也已经长成了一个21岁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。 不少人在看到她的时候也会不禁的表示,她现在的样子其实,是完全拥有当明星的潜力的。 再加上,本身齐如意的演技就相当的出色,因此相信她,在之后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。 而只得一提的是,就在不久之前,齐如意和曾经和她合作过的田成仁老师,也终于再一次的相聚了。 田成仁老师今年也已经有了93岁的高龄了。 然而好在,既是年岁大了,但是她的身子还是很好的,就让不少的粉丝们都放下心来。 在这里,也希望田成仁老师,能够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,安享晚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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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